只是會問的比較多 但是一樣的概念 那麼各位您往最後面看一下 如果你真的 也不知道這張圖片該怎麼辦 你可以先去找一張參考的 反向推回去也可以 也就是說呢 我今天給他這張圖片 我丟給AI之後 因為各位不要忘記了 AI現在視覺能力很好 所以你推回去之後呢 他會告訴你 這一張啊 他裡面有什麼有什麼 就跟我們眼睛看的一樣 我再請他幫我 生成 適合的提示詞 這樣是不是也可以 所以這個大家就可以參考 如果你真的 需要懶人包的 請看64頁 什麼都有生成器有沒有 就是什麼標籤什麼標籤都有 所以你這邊呢 點開 記得 在這邊不要再翻譯了 把中文打開就好 有沒有看到這樣都有了 你可以直接翻成繁體中文 繁體中文 這樣 這裡也可以開 這個我先關掉 有沒有意思一樣 這樣你都可以看得懂了吧 這樣要點一點提示詞就好了 就是比如說人啊頭髮啊那些知識 你就可以像這樣用 好 那 最後 還是提醒大家 這裡 這些創作過程一定要記錄起來 因為 現在的AI 你沒有記錄的話 我真的 沒有辦法知道那是不是你做的 所以說這個部分 大家就可以把 剛剛的 像我們剛剛生成圖片啊 你的提示詞都同時記錄起來 那個過程 留下來 這樣會 養成這個習慣 你在使用AI的時候 就比較沒問題 包括我們的對話記錄 包括你的那個 圖片的promote 跟圖片的內容 這樣子的話 真的 能夠證明這是你做的 OK 好 那我們今天時間差不多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